美語詞曲 王晞 李宗盛福音 李宗盛 李宗盛福音 之前講的都是 選項錄色 對界面的是 第二個medium的是 Perfect Conductor 那 不然呢 就是兩個都是Diological 但是呢 是normal instance的时候 那我们现在接着要看的例子呢 是一个general case 那换句话就是说 我们学相路设 那两边都是dialectic boundary 那medium 1就是ishon 1 mu 1 medium 2是ishon 2 mu 2 那对这样子的一个系统来讲的话 基本上你们在高中 因为国中我想你们还没有学三角函数 所以本来要讲国中的 后来想一想好像不对 OK 我们说你们在高中的时候呢 你都已经知道说 好 我路数刚路设 那这是ni OK 那pon wave这样路设进来 那反射 那路设角是cta i 反射角是cta r 那这个呢是nr 把它因为是单位项料 我把它做mark好了 好 那我们现在我们看一下 我说 这一系列的平面坡 入射完以后 再反射回去 然后有部分的坡是会透射过来的 那这个坡呢 透射的坡 它的行径方向就是nt的部分 OK 好 那我们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说 基本上面这个进来 反射出去的话 那一系列的坡 我们可以把它画出来 所以一系列的平面的坡 入射 然后反射出去 那你在之前 我们在讲这个 这个光层叉的部分的话 入射的这一块 的光层叉 到这个位置为止 OK 那这是O 然后这是A 这一个光层叉 跟反射回来的这个光层叉 O' 这一点呢是A' OK 那你就可以看到的话 O O' 的sine Theta R O' 的sine Theta R 这个是 我看一下 O' O' 的sine Theta R 这个是Theta R 所以这个脚也是 Theta OK 那这个实际上 就是我们的OA O' O' 不对 这是 等一下 这是Sita 是Sita 对 这是Sita 对 这是Sita 对 这是Sita 是不是 好 那我们可以 我这样一画 有点把自己搞糊了 有点把自己搞糊了 我把A跟A'分开一点 这是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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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呢是Sita 那我们现在我们看到 这一个 这个是O'A' Plan才对 OK 要 这一个的光层差 应该要跟O' Plan 的 Sita Sita I 那这个呢 是O' Plan A OK 所以 这两段应该要相等 好 那这个是要相等的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说 Sita Sita R 要等于Sita I 那这个 Sita R等于Sita I的话呢 就是Sita R 跟Sita I是相等的 这也是我们所谓的 Sneil定理 好 那 这是Sneil的 反射定理 这是你们在高中 已经学过的 那我们再来看 这个 透色的部分 那透色的部分的话呢 你可以看到的 一样的 透色过来的 那我们看到的话 这个你一样的把 水纸线做出来 那 这是进来的V点 这个点 如果是V点的话 那换句话说 进来的Po 走这一段的时间 跟走这段的时间 应该一样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O V 这一段的时间 除上 他在 Midium 2的像速度 要等于 这一段 O Po A 除上 在Midium 1的像速度 对 这个Po 这个Po 前 走这一段的时间 要跟走这一段的时间 是一模一样的 那 你现在 你就可以看到了 这个把它比例一下 O V 比上 O Po A 一比 那就是像速度的比啊 好 那 这像速度的比呢 我们先看几何的比好了 这个是SETA T 那这个角也是SETA T 所以 你看到OV的部分呢 实际上 就是等于OO'的SIN的SETA T 那 O'A呢 O'A呢 是OO'的SIN SETA T 或者说SIN SETA T 这一块 SIN SETA T OK 好 那 那 这两个 跟 U P2 U P1 是相等的 换句话说 你看到的这个是可以消掉的部分 那我们看到SIN的SETA T 比上SIN的SETA T 就等于两边的像速度的P OK 那像速度呢 基本上面 就是Omega除以BETA的部分 所以就等于BETA 2 比BETA 1 那 也是等于你的Index的 我说这个Index 这个Index是Reflection Index 那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折射率 它如果定义C除上相速度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 相速度的导数就是等于折射率的导数 那这个呢 就是我们平常在讲的N1 SIN CETA T 等于N2的SIN CETA I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折射定理 OK 好 好 那这是你们之前都已经都了解了 如果假设我们这两个Media 它本身都是非磁剂物质 那如果是它都不是 这两个都是不是磁性物质的话呢 那我们说Mu1Mu2 那都是Mu0的部分的话呢 那你很自然的 你知道这两个的比值 SIN CETA T 比SIN CETA I的部分 因为你的BETA ETA的部分的话呢 我们的定义本来是 一熊分之Mu OK 那Mu都是Mu0 所以ETA就是跟一熊的比值 开根号是有关系 你就很自然的可以把它写上来 就变成是 一熊1比一熊2的开二分之一次方 好 那一熊呢 是一熊0 比 这个 乘上一熊0 那你一熊0把它消掉以后 你就是等一熊R1比一熊R2 这是我们的卸电常数的部分 那这是我们很清楚的看到 那这个 换句话说 也就是等一熊2比一熊1 这是我们在之前已经了解的 那我们可以看到 平常 平常 这个是一个真空 OK 所以你平常的部分的话呢 一熊R1呢 是真空 那一熊R1 它就等一熊1的情况之下 那这是我们最常看到 常常看到的情况 那它等一熊1的话呢 就等一熊1 120 120π OK 所以我们就可以直接把 sin cetaT 比 sin的cetaI 就是把它写成 120π分之1塔图 好 这是我们最常看到的情况 一边是真空 露射到一个medium的时候 那你的这个折射定理的部分 你就可以直接把这个impedence 的这个constant的部分把它放进来 那这是斜向露射的部分 那如果我们在某个条件底下 那 当一熊1 是大于一熊2的时候 我说 一熊1 大于一熊2的情况 那就是里面这个是戒指 一熊1 这是一熊2 而且一熊1是大于一熊2 那你就可以看到 这边是戒指 这边可能是真空的情况 那如果在这个条件底下的话 N1 当然一定是大于N2 那我说 我的角度 我露射的角度 大到某个程度的情况之下的话 我会发现 我并不会有透色的情况 我发现 这边的透色呢 是没有了 那这个透色跑哪去呢 其实是沿着这个surface的方向 方计划说 它的透色角 是二分之拍的情况 好 这是我们 接下来我们要看的问题 那我们把它 这这样的case叫做什么 叫做total reflection 全反射 OK 这是我们全反射的情况 那我说 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条件底下的话 那sinθt 你是二分之拍啊 所以 这个是1 那1的部分的话呢 sinθ i这个角 我们叫它 是一个c 是一个c 角 这临界角的话 这个c的话 是一个critical angle 好 那我们现在看到sinθt 是等于sin的二分之拍 那它是等于1啊 那我们看 sinθi的部分 你现在就等于把它这两个调换过来 就是一雄2 比一雄1 都开二分之一次放 换句话说 我的θ 这时候的θ i就是 θc的情况 那我就可以把我的sinθc呢 θc的部分就是 Oxide θ1 θ2 都开更好 OK 那你把它用折射率来表示的话 那刚好是折射率的 这个 比值 n2比n1的部分 那 我们现在看到了 你现在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如果呢 我的θi 大于θc 那会是要发生什么情况 那θi 你大于sinθc OK 因为θi大于θc啊 那θc θi 最介义0度到90度 所以θi 是大于sinθc的情况 那θc是它 所以我们马上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的sinθt啊 如果遇照这个 sinθt的部分 你应该是等一 根号 一熊1 比一熊2的sinθc OK 那这个值啊 这个值本来 一熊1又大于一熊2 它是大于一的值 它又大于它 所以这个值一定是大于一的值 OK 或者 因为它已经什么 它已经是等一的值的 的情况 那你会发现说 这是不可能的情况 当这个条件 它是大于一的值 那我们看一下 在这样的条件底下 到底translation的 或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说我把它做一个 cosθt 那就变成1-sinθt 的平方开根号 那我把 我知道这一项是等于 正负j 因为这个是大于一的值啊 我把它 这个负一提到外面来 那就变成是 一熊1 一熊2 sinθi 的平方减一的开根号 这应该没问题吧 ok 那你现在你看 你已经得到这个结果 以后这个结果 带给你的是什么information 呢 我说透色的坡啊 我们已经在之前 已经了解 我只知道说 特色的nt 我很容易的就是写成 i的sinθt 加上 z的 g的cosθt ok 那我们知道说 一个坡不管电场 过着是磁场 它就是et0 然后1-jβ2nt.r 对不对 所以你现在你要看的是 这一项 它最像是什么呢 最像你看到 et0 1-jβ2nt 那就变成是 x的sinθ 再加上 z的cosθ t 那你看到了cosθt 就是在这边啊 所以我们看到 我可以把这个像 拆成两个部分 一个是 exponential e r et0 -jβ2 xsinθ t 我把它写出来 那另外一个呢 我就可以把它写成 exponential - 把cosθt把它放进来 令 这个是等于 正-jα2 好了 那你就可以看到 这个是等于 -jβ2z 有没有问题 那这一项 我们专程看这一项的部分 这一项你出来的话是 付付得 付1 就正 付 α2 β2z 有没有问题 而且β2呢 你已经很知道的话 它是一个 β2的话就是这一项 β2的话呢 它是一个大于0的值 没有问题 所以我们看到这一个tan 有两个部分 一个是exponential的 α2 β2z 那你看到 这个是什么意思 代表这个电 电厂 随着位置的增加 α2是已经大于0的值 β2也是大于0的值 电厂越来越大 那 方向说 你这个 你这个坡啊 一旦吸它 I 大于吸它 吸它吸的时候呢 我穿透过来的坡 会随着我的Z值 而它的正乎 越来越大 这两项都是它的正乎了 因为这个是一个行进坡 那这是合理的还是不合理的 不合理 另外一个是 1-α2 β2z 对不对 那反过来的情况之下 这个是 你的ampitude 是随着你的Z 一直在decay OK 这是一个合理的解 这是不合理的解 这是不合理 那这个是合理的解 换句话说 你已经知道 你的ampitude啊 是一个-α2β2z 然后 然后 1-z β2x sine 的ceta t 这一项 这一项 已经被你 拿掉了 因为它是不合理的 的解 那我们看到 我们看到 我们看到了这个结果以后的话呢 这是ampitude 随着 z 在exponential decay 换句话说 这个电场啊 会不会进到z的方向 沿着z走 电场是什么 穿不过来的 因为它已经exponential decay 因为它已经exponential decay了 随着z exponential decay 有没有问题 但是你看到了 这个场是什么 沿着x方向在什么 行进 代表什么预示 代表你的电磁坡 如果我路设角 大一c他c的时候 进到medium 2的时候 它是沿着这个surface 在什么 行进的一个坡 沿着x方向 在行进的坡 它有没有沿着z轴方向的component 在行进坡 没有了 完全decay掉了 这个像完全decay掉 所以我们看到 这个是一个surface wave 它是一个表面坡 也就是说你在全反射的时候 波跑到哪里去了 translation的wave跑到哪里去了 跑到这个 这个表面 表面的坡 沿着x轴的方向 是一个表面坡 但是它沿着z轴方向 全部decay掉了 这样了解吗 这是total deflation的 全反射的一个概念 你有了这个概念以后 接着我们就正式去解 解说 好 如果这种 general case的情况之下 那我们已经知道 它会符合 反射定理 我们会符合 刚刚写的折射定理 而且还有一些是全反射的条件 我们都知道在斜向路射里面 会碰到 那依照电池学的部分 之前我们所学到的 这个坡的 这个 路射的部分 遇到boundary condition 你要符合 冰界条件 那你会不会把这些东西 推导出来 这边都是定性跟定量 接着就是沿着电池学的部分 那沿电池学的部分 我们就 回归到电池学 到这边有没有问题 如果没问题的话 那我们就回到我们电池学 那我们就回到我们电池学 好 我们说路射 Ni 反射 Nr 透射 Ni Ti Ni Ni Ti 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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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这边有没有问题 刚刚到这里有没有问题 那没问题的话 我们现在接着看一下 我们说 首先我们要把NI 把它表示出来 NI的部分的话 就是I的 sinθI 再加上Z的cosθI NR的部分 就是等于I的sinθR 减掉Z的cosθR 然后NT 是等于I的sine sinθT减掉 Z的cosθT 所以我们把电场写出来 电场怎么写 首先我们把我们的问题 第一个 我们把它 先假设是 Prepenticular Pollination OK 那等一下我们再来看 Pollination Pollination 电场是哪个方向 嗯 对 电场是这个方向 嗯 所以我们说 我们假设电场是这个方向 反射的电场 是ER 然后Poll 色的电场 是ET 那一样的 你自然而然 你知道 EI 就等 EI 那它的方向是J 所以Exponential 负J β1 Ni XsinθR 再减掉 Z的cosθ 这应该没问题吧 ER就是你的 Ampitube 然后E 负J NR DotR OK J ER0 E负J NR的部分 已经是X的SinθR 减掉 Z的cosθ Beta Beta 蛤 Beta 还有一个Beta 很好 OK ET ET 1-J 1-J Beta 2 NT DotR 一样的是J ET 1-J Beta 2 X的SinθR 减掉Z的cosθ T 好 这是你的电场 好 好 那 你很简单的 哪一个地方 哪一个地方 NT向量 NT向量 对 是加的 对 是加的 对 表示你们很认真的听讲 好 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H I 等于什么 Eta1 Ni Close Ei OK 所以你马上你就可以看到 Eta1分之1 然后Ei0 然后Ni的部分 你要Close它 好 i CloseJ 就K方向 那 所以你一定会有一个Z Component的部分 是 是Sine的 CetaI 那 那个 J Close K的部分 的话是 正I的Component CloseSine Ceta 那 Esponential的 FuJ Beta1 XSine CetaI 加上Z的Cosine CetaI 那 FuJ 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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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sine Eta1分之1 E T0 一样的情况 这个Close它 I cosin的θ TR加上 Z的sin θ R E负J β1 X的sin θ R 减掉 Z的cosin θ 然后 HT 这是你的基本功夫 没有什么结窍 就是 你懂了这个 懂了这个 你就没问题了 ET 1它2分之1 ET0 I cross J 5I cosin θ t 加上 Z 3 3 3 E负J Beta2 X的sin θ t -Z加Z cosin θ 这是你基本的物理量 你已经写出来以后 第一件事情 在Z等于0的bundery上面 你开始要什么 开始要电场要联系 那你既然是Z等于0电场要联系 这项就没了 好 这项也没了 这项也没了 所以你就变成是 EI0 E负J Beta1 X Sine 的θ I 加上 EI0 E负J 的Beta1 X Cosin θ Sine Sine Cosin 就等于 ET0 的 E负J Beta2 X Sine 的Cosin T 这是 你电场要连续 第二个部分是磁场 因为你没有surface color 所以 这项等于0 这项等于0的部分 这Exponential是等于1 这也是等于1 这也是等于1 所以现在你看到 Eta1的部分 2 在I component的部分是 负1 I0 Cosin 的 θ I 减掉 我把 这个后面的 负J Beta1 X Sine 的 θ I 减掉 加的 ET0 Cosin 的 θR E负J Beta1 X的 Sine θR 这等于什么 等于 Eta2 负的 OK OK ET0 的 Cosin θ T E负J Beta2 X Sine θ T 好 好 这两个equation 我们看一下 我们说从第一个equation里面 这个phase 我们希望是相等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Beta1 X Sine θI 它的 要等于Beta1 X的Sine θR 要等于Beta2的X的Sine θT 那我们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 这两项给予我们的就是Sine θI 是等于Sine θR OK 那这两项呢 给予我们的就是Beta1的Sine θI 就等于Beta2的Sine θT 所以我们刚刚已经看到了 这个就是对应CetaI等于CetaT 就是什么 Sine 的反射定理 而这个呢 就是Sine 的什么 折射定理 OK OK 啊 这个呢 就是反射定理 啊 这个呢 这是第一个 你看到的 只有你的face 你要相等 所以你一旦face是相等了以后 我们就可以把电场的部分 直接把它写成 EI0 再加上ER0 就等于ET0 这是电场 这是电场 那同样的 那同样的 时长的X Component的部分 因为你这个face是 相等了以后 你的face你就不需要考量了 那你就变成是 ETH1 分之1的 EI0 减掉 ER0 cos的θI 因为cosθI 跟θT是一样的 就等于 ETH2 ET0 的cos的θ t 嗯 有没有问题 当这样子的 关系式已经出来以后的话 第一个部分 你一定是希望知道 ER0 跟EI0 的比值是多少 那其实ER0 比EI0 我们已经定义过 这个就是什么 这个就是我们定义什么 反射 reflection coefficient 那 这个是大的γ 因为我们在这里是 perpendicular polarization 所以这个γ 的话呢 我们用一个index 来表示 它是 perpendicular polarization 的部分 所以你去把它算一下的话 你马上可以知道 这是 ETH2 的cosθI -ETH1 的cosθT 然后 ETH2 的cosθI 加上 ETH2 的cosθT 这个是 我们的 这个 perpendicular的 这个reflection 的coefficient 那我们常常把这个叫做 flashnet 好 equation 这是在光学上面 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 这个equation 那 我们 大部分的 平常你看到 书上常常会 写出来的 就是ETH2 比上cosθT 减到 ETH1 除以cosθI 然后 ETH2 除以cosθT 加上 ETH1 的cosθI 那实际上是 同样一件事情 这是 反射力的部分 那 透射力呢 透射力就是 t 一样的 因为你是 perpendicular polarization 所以我们把它取个index 那它呢 就是 ET0 跟 EI0 的比值 那 这个 也很容易去计算 你把它 移向过来 OK 然后 ER0把它消掉 就得到了 所以 这个得出来 是两倍的 ETH2 cosθI ETH2 cosθI 加上 ETH1 cosθI 或者是 两倍的 ETH2 cosθT 然后 ETH2 cosθT 加上 ETH1 cosθI OK 那 那 这两个 你把它 加一下 我们会发现 E 加上 Gamma 的 就是 等于 t 这个结果 在我们之前 是在讲 normal instance的时候 也是 得到相同的结果 那在 normal instance的时候 就是一个 special case 我们说 case1 的部分的话 就是 当 θI 是等于0的时候 就是我们 所谓的 normal instance OK 对 那 这个 normal instance 的时候呢 你现在 你看到 当 这个条件的时候 那我们的 θI 是等于 这个 0的时候 这是1的部分 所以你马上 你可以知道 cosθT 也是等于1 换句话说 这是我们之前 已经 计算过的 ETH2加ETH1 ETH2-ETH1 ETH2 ETH2加ETH1分之2倍的ETH2 OK 这是第一种case 啊 第二种case